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我身旁是名球兵 张明成先生 一同来欣赏 待会要在主桌进行的精彩比赛 球兵你好 明依先生你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而待会在场上要进行的比赛 则是在F组的较量 马上要来介绍的是 这场比赛的对战戏码 And now let me introduce The coming up matchup 首先要介绍的是 来自台湾地主的选手 2012年日本北陆公外赛的冠军 让我们欢迎魏子健 魏子健在上一届的安利志愿杯 也是顺利闯进到了决赛日 也希望这次的比赛 能够更上一层 接下来要介绍的 这是来自澳洲的选手 And now let me introduce Come from Australia 2011年 Australia Night Bowl Open Champion Let's welcome Bruno Woolley 然后在这几届的安利志愿杯 来说都是我们的好朋友了 那也希望这次在主桌的比赛 能够有相当好的成绩 这场比赛的裁判是翁志祥 来的选手握手之后 也要来进行比球 决定第一局的冲球资格 两位都很接近哦 结果我们的签妹 技高一筹 在这一次的比球 Lindal Hooli在今天算是赛程比较多的选手 他在稍早的比赛 刚刚结束在稍早开幕典礼前 是面对到外卡经济的洪梦霞 最后是3比7输球 不过在稍早的比赛 他今天其实在大概中午12点就有赛程了 是碰上爱尔兰侵略者 Karen Cole 结果那场比赛 你不要想说Cole赢 结果答案是Lindal Hooli 在抢尾局7比6 胜出 也因此目前是一胜一败 在面对魏子倩的比赛当中 如果可以胜出的话 几乎也可以确保自己 在晋级24强的机会会相当浓厚 处在魏子倩的部分 稍早在主桌就曾经有亮相 碰上的对手是菲律宾的Ruby Lamid 那那场比赛最后的结果是7比3 魏子倩胜出 魏子倩他之前的外号叫 未来之星 那现在很快的就改名叫做倩影杀手 这是一个高倍速的重播画面 那旋转都看得很清楚 那魏子倩他也是近几年我们女子撞球委员会 也是主要的战将之一 那去年刚刚明显有提到 他最后打到决赛的决赛的最后的8强 他也是为二打到决赛的两位选手之一 那另外一位选手最后就是拿冠军 我们的大眼妹 第一局在中球有球进之后连夜球一号持续进攻 现在来到二号球了 这球如果说选择底带的话打进三号球不好做 选中带的话是比较好做三号 我们看他选择哪一个带 选择打底带 好 哇他这个球打得很好 而且观点也非常的不错 第一个打得好就是说 你非常精准的推杆打进 然后母球撞击到四号球 刚好又让母球稍微往外跑 让架杆比较方便 那这个球 杆法我建议不要太低 让他直接横移过来 当然准度要发挥了 他这个球选择了 我刚画的路线是一颗星 他选择两颗星 他认为一颗星可能力量不好调整 所以他选择了两颗星 这个力量可能有点大了 不知道还好 那你就中竿左赛两颗星 注意啊 刚刚这个四座五 为什么我们觉得力量大比较 有点不太好掌控 四座五我刚刚个人认为 是应该在这条线 直线上或是偏右边 为什么呢 因为五座六要做得很好 待会有八号球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球 我再解释一下 好 现在会出状况了 他这个球 第一个力量太大 这不用说了 距离那么遠 第二个 他的杆法旋转度不够细腻 这个球二分法 他在二分法的右边 而且距离远 现在会打到 打进六号球 就是会碰这个九号球 有可能会碰到 因为八号球在这里 所以他刚刚前面两颗球 细腻度不够 你变得要强拉 这种球打强拉很危险 距离太远 六号球 右一架脚抵贷 好球 但是旋转度怎么样 不要洗带 我们讲危险 第一个就是说 强拉就是怕会拉干一颗心 洗地带 第二个 你强拉 就不太好掌控 这个母球的距离跟角度了 那现在就形成什么 太直 那就是因为刚刚的三号四号的问题了 应该讲四号跟五号问题 导致他的六号变成这样 好看还能不能用准度跟干法来稍微克服一下 这个也打卡拉口 差很多 所以前面的球形不难处理 就处理得不够细腻 导致于后面变得越打越远 他打一个卡拉口 太早碰颗心了 这个球 这卡拉口其实是可以有一个 简单的 也不能讲公式 就是一个判断 这个我们的老前辈罗也对这方面是有研究 如果他回 他现在在杭州 如果有时候回台湾的时候 他就会 有空都会教一些选手 这种卡拉口的概念 好我们来看 Linda Holy打进 他这球也不太敢做 非常犀利的拉杆 只是顾进而已 顾进九号球来平准度 这也是一个想法 你如果说我要打很好的拉杆 再来做九号球 那结果八号没进 五号 他想说八号就是自然干法 九号才过来平凡 凡凡是捡到的嘛 对吧 好看这个九号球右下角底带 既然捡到就把它收进口袋吗 哇有点犹豫啊 对 这个有拔干的现象 满脆很凶啊 我要让魏梓茜又捡到九号球的机会 所以虽然母球比较贴科兴 但好不容易机会回头啊 要好好把握一下 慧梓茜当然希望在最后一场的TV table上面能够有好的表现 所以刚刚也稍微有点小惊 那Linda Hawley 因为一生一副 他也希望能够获胜 所以这个九号球是差蛮多的 还没打就已经在想好跑的路线 延长 因为这个球有点尴尬 你下自然干法的话 有可能一枪两个弹 打进有可能母球跟着洗弹 那你说后竿要抬高 又抬母球接近科兴 我觉得 这个防守路线我觉得 不好防就不要想了 就想进攻 就专心把进攻给完成了 九号球 可意要修正反而连九号球 主顾都没有母球还是期待 他这个球喔 这个球表示说打进的话 是应该不会期待啦 那就是自己不准 好啦结果变成自由球 让Linda Hawley要先持得点啦 等九号球 没有问题啦 那第一局的比赛 能到Hooley把握住位子线 在九号球的犯规 轻轻松松把九号球 直接打进的中带 比数1比0 对Hooley来讲 这局真的算是意外啦 就看看能不能趁着这个意外 一股作忌多拿几局 甚至把比赛拿下来 来看一下F组的分组名单 包含的位子线 Karen Cole Rubin Lamid Hooley跟Hoole 梦霞是F组当中的五位选手 那位子线在 本届赛事团的第一场比赛 是击败了Rubin Lamid 而目前在副作部分 包含Karen Cole 也正要跟Hoole进行交手 那Hoole在第一天 其实也收获了两胜了 所以这一次 从会外赛晋级的 台湾女壮士们 表现到目前为止都相当不错 目前在局出部分 是LindaHoole是1比0战时领监 要进入到他个人的第一次冲球 一开始就没有冲准啊 这个裁判 汪志祥 说了 这个球是 哎哟 这个球到底是打到1号还是打到4号 应该是打到1号还是打到4号 简单讲他是一个伟利 对 因为他这个 只有一颗球经过 他中球没有合法 所以不能不行 只有中 经过这个发球线 改变 好 没有超过3颗球 那也没有球进 或是要扣 好 等于做一个选择拳了 对 那如果说伟利的开球的话 这个对方 我们先来看一下重播画面 撞到1号球 没错没错 没有看1号球第一次冲就撞击到5号再往回谈 所以我们这个裁判 汪志祥 虽然是 不是资深的 他的判决非常明快 演 这叫什么快 演名手快 演名手快 演名嘴快 演名嘴快 对 不错 这个汪志祥 现在在家里 家里有开 经营公司行号 在帮忙 然后 选择权是在位子欠嘛 位子欠可以选择打或不打 那如果 如果 你看位子欠选择不打嘛 Linda Holy他就选择push 对不对 那如果位子欠要选择打 位子欠是不能push的 好 这个规则我要在这边说明一下 所以刚位子欠也跟裁判做了一个询问 他可不可以做push out 因为没有办法 所以他干脆 对 把这个出竿的机会让给 屋里来处理 好 这个球回去的母球力量大了 不然的话可以形成掉球 但9号球的规则也持续在演变啊 根据 包含排球的状况不同 都做一些修整 甚至过去 以前如果违规打这个球要拿出来 现在也不用了 结果Linda一个简单掉球 你没掉我 我掉你 因为在案例碑的前一天 不小心在转电视的时候 看到这应该是球瓶那个年纪的撞球电影 比较金钱本色 把我扭曼加上汤姆克鲁斯 1984还是85 我是1984退伍的 所以我1984对 所以我退伍已经29年了 我记得是退伍那一年还是隔年 应该是隔年 隔年上 也因为金钱本色这部电影 汤姆克鲁斯因这片 红透半边天 然后整个亚洲 乃至于拓散到全世界 这个九号球 就整个兴旺起来 那希望 希望在今年现在已经在开拍的 我们台湾自己的 这部电影 爱上九号球 能够再掀起一个 九号球的一个另一高峰 那我们一些球星 也非常的捧场 在安妮杯完之后 会留个几天 在这边协助这场 电影的拍摄 那我们协会 我们总会 还有相关人士都请全力来协助 当然台湾的撞球高手 也没有缺席啦 这些相关人士也都会参与 客串 另外包含像 崔又兰啦 潘晓婷也都会留下来 还有两个Fischer也都会留下来 对 没错 Catty Fischer很好爽 他第一个接到通知的 就立刻回答 OK No problem 他还说他以前本来有机会可以 在一些电影的演出 不用说 阿里森 Fischer了 阿里森 Fischer在 第一次来参加安利别的时候 所有球迷都误认他是 梅格莱恩 没错 好 这里再放回这场比赛了 目前0比1落后的位置欠 看看这个2号球 好 这看法很柔 哎呦 危险哦 敲一下9号怎么样 有没有支掉 没有 那这部电影的 有几位主要的演员都有 接受我们的训练 这个有的比较短 有的比较长 长的有一个多月 那我们到时候就可以看看 看到我们的演出了 好 三号球的进攻 带一点偏带 不过没有准 所以力道就很难控制了 嗯哼 我今天要注意在后面号码的球 他的这个 控制 力量上要真的要注意了 当然在一整天的比赛下来 多多少少 在场馆的温度跟湿度会有所不同 所以对位子欠来讲 或许主桌的速度 跟他一开始所上场 第一次打主桌的时候 也会有些不太一样 所以自己也要马上调整一下 10秒钟 好 四号球 带了一下九号球还好啊 母球还没有往中带去 所以虽然他有打过 主桌在今天烧前的比赛 但是就像明显讲 有时候气候的变化 对 尤其春天啊 人家讲说春天啊 说变就变 小孩子上一秒钟很高兴 嘻嘻哈 下一秒钟 他就哭了 就跟我们春天的气候 那春天也是希望的季节开始 也过去包含前几届的赛事 在主桌也会因为观众人数的多寡 多少影响到整个主桌球台部的表现 先来看这个四号球 五号球 这个球他第一时间是有魔鬼球的味道 那当然 我们从目测判断 也是他一抓的时候 也抓太厚了 好 换到Linda Holling 场边刚刚发现 在观战的陈教练也是一点紧张 我一直信怎么出现了一个失误 好 Holly也是一个Linda Holling吧 Linda Holling Linda 这个Linda是我们的安利一支援杯的 尤其是她妈妈 我觉得她妈妈比她出名 叫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 Holling 她母亲 这个全世界的撞球粉丝 很多 她母亲非常乐观 而且 非常的这个 always smile 而且 任何的选手啊 伤心她妈妈都会过去安慰 哎呀你好棒啊 怎么样这样 非常好的一位长者 对 哦 前面这个包球 包得非常的漂亮 不过力量 我们还是讲力量 今天她在第一局 没办法顺利的拿下 就是因为力量的问题 好 那这个球控制一下力量 还有注意中带 不要装到中带的脚 撞到中带脚 不过这球没进 进的话可能刚好是闪过中带的脚 对于这一局来说 位子欠的失误 甚至从第一局到现在是第二局 比例都稍微偏高了 好我们看琳达的这球能打一个定杆油 看看母球定得很好 子球还在跑 利用八号球做到一个 很不错的一个吊球 好 林导虎也是出完杆子很帅气的回到座位 对这一球的防守很有信心 对 而且他这样也不是坏事 有时候你打出去了 就等于射出去箭 泼出去水 收不回来了 对不对 就像逝去的爱 回不来了 所以接下来可以考虑带林导虎里去唱唱KTV 最破路的潘修辉 会不会也是要呛 Low is over 还有四颗球 不过现在六号球的呛死回到了林导虎里这边 六号球右下角抵蛋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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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掉下去了 他这个球虽然打进 但是还是细腻度的问题 他打刚好比较薄进去 我们看重波 他从左边进来 那这样子代表什么 代表母球会角度会比较小 他如果说打厚一点 甚至是外角进去 母球会角度比较大 母球最后停的地方 应该会在这里附近 会很好打七号 现在变得比较难打 然后这个球 除了准度以外 还要在力量的掌控 好 结果反而小心过度了 现在八号球变得太轻了 所以两位选手在力量上的控制 在这场比赛打到现在第二局 都有很严重的缺失 当然虎里本来的风格就是 他其实比较着重在眼前的这一颗球 虎里他也讲 他说在澳洲 这个球打得非常漂亮 刹车球 然后在澳洲 因为澳洲地方很大 然后球馆跟球馆之间确实有点距离 然后选手 好选手不多 他说澳洲都没人怕人 我没有压力 我们先看这个九号球 好 八九同代 九号球能收下来吗 没有问题 这场比赛 魏子倩面对Linda Hulic 在两局打完 目前是Linda Hulic的 二比一要领先 两边的最大差距还是在失误 所以目前为止 魏子倩需要快速的调整 希望能够自己直追 目前比数暂时两局多好 魏子倩跟Linda Hulic的招手 目前比数是来到了2比0 Hulic的领先 第三局 Linda Hulic的冲球之后进了四号球 一号球刚刚是可以进攻的chance 打进之后目前是二号球 在副桌部分 目前包含JustMotion 都还有比赛 在关心最后的战况 这边二号球打进 三号球 Linda Hulic 跟裁判要求需要加干气 打右下角的底弹 继续进攻 稍微调整一下干法 撞到了七号球 不如先稍微修正一下 再撞六号 如果不撞可能还理想一点 撞到六号之后 对五号球要进攻 难度就比较高了 看来不及再稍微修正一下 或是攻守做一个判断 选择做防守 五号球掉下来 撞一下七号 看七号球有没有影响五号球近代的角度 从这边看就没有了 母球虽然贴颗心 不过这是魏子仙的机会 希望快点找回正常自己的状态 先把零弹先突破 带一下七号球两个都近 六号球不影响 这个球也蛮凑巧 也蛮刚好的 这种打进五号球 只能摸到七号球 还不影响到现在六号球 八号球右上角 像这个球 这个球细腻度还是要注意一下 你这个盾竿用力 这八号球变得有点太直了 我们看还是可以修正 还好还好 要牵衰 转转度回来 因为这个 千妹他大不了用打干的这种干法 其实有些柔顺的顺干干法 这个其他都能够扶动 结束 好 这边九号球 总算是拿下的就是位置 现场比赛的第一颗九号球 也打破了自己 这算零的突破 目前是1比2 还有一局的落后 但这局也是轮到狐狸 感觉上机会还不错 顺顺利利打到了五号球之后 反而是出现了状况 就是这个做球 最后反而让五号球没有进攻的机会 那防守也没有做好 让位置先接手 终于拿到了赵米三个人的第一局 今天大家在整个转播期间 欢迎各位可以一同参与我们 安利一支援杯的简讯活动 那我们的问题 就要请问你了 安利一支援杯 这一次的冠名赞助者 那简讯 在你的正义答案前面 加上VL 传到5123 就有机会获得相当棒的奖品 比赛进入第四局 位置先装比赛第六局 快速的修正回来 一号球 还有机会从五号跟九号看到一号吗 位置先迫不及待 马上先来关心一下 好 整颗一号是看得到 但近一代的位置 可能会被影响 我们刚刚讲到打杆跟这个顺杆 应该这么讲 就是说 譬如说我们全集 全集就是 就是每一次都是打杆 这样形容比较好 那太极就是顺杆 我这样讲的话 可能电视机前面观众会比较清楚 就我们就以这个所谓的武术来讲 全集就棒棒棒棒棒 这就是我们说的打杆 就是母球 皮头也就是球杆撞起母球 啪啪啪 那另外一种太极杆就是顺 就顺推 顺推顺推 顺比较多 或打比较多 大概基本上就分这种 好 我们现在那边做个防守 让林道护理要把跳杆拿出来 短杆上场 跳到 9号球 没事 哎呦 会有机会29碰看1号球呢 母球克星边上 可以到奥里刚刚感觉那个用力打机会大的味道 在位置线这里 1号球把握住之后 这29的确有组合球的机会 不过这个球我们看 不过要把1号球打进了 再来看看连接球的位置 好也把整个速杆节奏再放的更慢 位置线这边 1号球 打进 哎呦 小心哦 你不能自调 敲一下 敲一下7号 但是29碰的角度也没有了 所以还是要敲啦 你不敲也是麻烦啦 你不敲 角度比较高一点 散过7号变自调 自调是我们不愿意见的 敲到至少没有自调 虽然没有机会29碰 至少没有自调 像刚刚那球就是所谓的打干 那位置线在顺杆方面的用的技巧 比较 没有很 很多 也没有说很特别纯熟 所以在这方面的话 位置线再多加 摸索 多加去领悟 我相信他的球会更上一阵了 对许多年轻型选手来讲 一开始这种所谓的硬弓 其实是比较容易上手吧 反正一些比较有技巧的方式 所以感觉 你这些年轻型选手 好像这种比较用力打的方式啦 或者是多的啦 盾的啦 好像 比重比较高一点 对 因为基本上 我们刚刚上手打球的话 都是会先练准度嘛 准度很多就是在打干上 就是会比较容易上手 好 二号球这边主动还是给了 魏子倩 我二号球要单独进攻的机会 现在是没有了 好 也来报告一下今天在其他桌子的战况 哇 今天的虹梦霞很厉害哦 在稍早复作的比赛 又是以七比二击败了Curin Core 哇 这样对于好不容易再一次 然后重回到安利一支援杯的 的爱尔兰亲友者来讲 就很危险了 与赛卫山也是 小伟局输给了周豆豆之后 在第一天没有任何胜场的进账 而韩宇七比二击败了蔡贝珍 Jesimie Ocean在稍早的比赛当中 是击败了Fullberg 所以目前场上主桌 进行的魏子倩跟领导会的比赛 也变成是在 蓝力一支援杯本届赛是第一天的最后一球比赛了 又想做一个防守 轻轻碰一下二号球 那位选手是一局的差距 狐狸也不慌不忙了 对 他是属于老神栽栽型的 那这个球 不晓得打二戒九有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 他选择灌球 没有灌进 这个球 选择灌球也是合理的 因为灌进的话 二分法母球往上走 可以做到四号球 不过现在二号球 洞口了这样子 四号球在发球区里面 那领导护理的妈咪 只是在旁边跟南非的选手聊天 聊得很开心 然后也没有发现到 目前 场上护理的战况 那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乐观的 的妈咪 而且很喜欢交新朋友 因为刚刚看到 他现在在聊天的是南非选手 也是 他立志原本的新同学 来第二次了 我记得去年应该有来过 好 现在就开心于聊聊天 交朋友聊天为主 看球 是顺耍啦 嘿嘿嘿 我们现场大一幕 嘿嘿嘿嘿 这妈咪有够可爱的 她是真好可爱的 如果 来现场看到的话 你们会觉得她真的很可爱 好 位子欠这个做防守 看起来应该是相当的不错 好 母车躲在六号后面 成功的防守 现在 又要来比耐心了 好 我们刚刚讲 琳达是属于 老神在在行的 那位子欠是 我们先看这个跳球 他这球 用拿筷子的方式 因为 他如果正常干法 他怕跳不过去 好 跳到四号球整颗 我们来看一下 留下一个长距离 chance 给了位子 不过他这球跳到蛮漂亮的 好来看一下 看一下他的脚 踮脚 踮脚 因为他也要 踮脚让自己 这个 角度更大一点 因为这种球 对他来讲 他认为是比他靠近障碍球 那对于很多 国外的选手 其实他们的短竿 很多都是来参加 拎支援背之后 跟包含 我们场边的球评 甚至跟这些选手 做一些切磋交换之后 才更有一些 技巧的成熟 因为在短竿的技巧部分 哇 台湾不论男女选手 在世界都是出名 没错 丁匠有名声 鱼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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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过去像 甚至很多的日本选手 也都是特地 来台拜师学医 就想带一些短竿技巧离开 好 先来看这边 哇 这个球 难度不高 虽然是贴科兴 但这个球难度不高 因为四号球他没有 虽然 靠近科兴 他没有贴科兴 对 好 留下一个像 给我们签名 签名 签名要好好把握 好 台面上 球型要好好把握一下 我刚刚提到跳球这个环节 凸显了台湾选手的特性 我们会combo 对 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协会成立1990到现在 现在是叫做总会 这样24年了 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才能够从默默武文的 这个花式撞球的喜好者 成为现在所谓的花式撞球王国 那如果说你就是combo 这所谓的闭门造局 那无形之中 你就会没办法成功进步 这是一定的道理 对 有刺激才会有进步 好 台面上 8号跟9号两颗球 一颗心出来 我感觉出这场比赛 菁慧之倩 好像就打得不顺 所有的出竿丸 每一头都伸锁 像那个8号球 你看还是用非常强力的打竿 对 因为它可以用轻柔的顺竿 拉回来比较安全 好 在8号9号跟收下来之后 魏子倩把分数给追平了 目前四局打完 两位选手 二二 魏子倩与另一道呼吁的交手 目前四局打完是2比2的平手 停留第五局 魏子倩的冲球 有球禁 不过连接球 现在不配合 把整个出竿的节奏再放慢一下 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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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子倩快要出竿了 好选择是希望用4号来做防守 反正先挡住 如果魏子不打 自己还可以处理 我来看一下究竟 球的位置怎么样 反而没有 变成是1号球整颗 打B掉1号球还有近代的路线 让魏子来做处理 好 林林大侯里回应1个防守 哦 这个防守掉得不错 那讲到林林大侯里 他有时候碰到我 我跟他们母理非常的 算是 蠻熟的 也喜欢凑齋琦 聊天 他在讲说 怎么办 我好喜欢撞球 我在 哎呦 这个球差有点多了 对 这个球是真的差很多 如果说同样的点的话 你这个球应该是要放轻柔的干法 只要这个同样一个点 你只要力量轻 再顺一点 我们讲顺干 你这个截球 你这样打干的截球 角度就变小了 对魏子倩来讲 现在的确可能有点乱了 所以整个干法上思考的方向 都变得很局限 因为魏子倩其实打好的时候 他都有时候在我们的直装大载 或者是 女子排名赛都赢过 这个周捷鱼 那但是你在国际赛 你就落差太大 因为这个球 这个球 他解到那里 解到那个5号球 那是真的差蛮多的 你说 没解到 刚好是闪过 比较短 比较短 但是短太多了 这角度等于是 这差蛮多的 如果以台北来讲 你本来是要去 这个北投 就用你往南港的方向去 这差蛮多的 3号球 进攻机会 狐狸来看一下 6号球 所以位置倩 应该是要来调整 就是说 碰到比赛 不管是大小比赛 都能够保持平常性 而且是水准 平均的远处 而不是一个 有时候打得很好的时候 就是 什么人都 都打得赢 打不好的时候 什么人都可以打赢他 这样子的话 是比较不理想 6号球 左下角的抵袋 忽力的进攻 先来看一下 打进之后 7号球的位置 稍微推干 6号球打进 五球一颗星 彈上来 回到球台中央 7号球左上角 有机会 再重新取得领先喔 7号球 7号球走上角 下一些低竿 希望母球要退回来 8号球 8号球 左下角 好 8号球 左下角 搞不要太多下赛的干法 对忽力来讲 稳定性会相对比较高 这球想要再退就 没有 推那么多 变成 考虑左上角抵袋了 这球还不难打 又让他取得领先吗 9号球 没有问题 第五局 第五局的比赛 那忽力在把握住 威慈倩一个相当离谱 一号球的犯规之后 QBO迎看 接手把台面清光 目前五局大弯 忽力重新取得领先 3比2 威慈倩要尽快地调整 甚至要忘掉前面这些 比较离谱的失误 不要再钻牛角尖 那几个样子 你在接下来的这场比赛 会越打越 帮手帮脚的 对 这个球是 解太短了 差蛮多了 解到4号 其实这球型 有点小小困难 忽力能够clean table 也算相当不错 那我们讲 琳达她是属于 老神在在心的 那位置前是属于 这个 容易 是 有一层叫 制作紧张吗 是自己容易自己紧张 我们常常讲有时候 对手跟你是不同level 其实琳达她是 稍微比威慈倩还差一个level 你看琳达就 她的个性遗传是她妈妈 就是很轻松面对 那威慈倩就自己 自困酬成 其实 我应该有时候要去想说 这个对手 这急速跟我们有差 那我们其实不要 自寻烦恼 就像很多 现在我 职业会有时候 我去玩飘去跟他们玩 他们碰到我 他们就不会像 现在的位置前一样 对不对 他们知道说 这个威慈倩是 我们都贏了 突然间 我有一两球 一两局打好 他们也是老神在在 因为知道我们持久力不行 我们的准度会出问题 对位置前来讲 或许另外的压力在于 因为对手实力没有那么好 所以这样比赛的胜利 他是非拿不可 才能够确保自己 在晋级上的优势 反而自己 可能想太多 任何一个状态 反而影响当自己的表现 那我的意思是说 你就是要在这个地方 你要 成你的那个 要超越自己 就要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好像撞他这样进去 变成背娃娃 不過三号球 还是同样一个带 可以进购 他这个球 刚好有趣 他如果背娃娃 还有点难打 现在没有背 算是侧背 还可以打 不过他刚刚本来想法 是要盾竿一颗星 角度稍微偏左边 那现在这样子的话 就变成直接拉竿往上走 三号球右下角抵袋 其实他也是有紧张的现象 这个球照道理 不会拉成这样子 应该再怎么样 要不要靠近 好 那你现在 如果接近直球的话 就定竿嘛 那不然你就是推竿两颗星吗 因为对胡理来讲 如果这一圣拿下来 他的第一天 就两胜一败 那明天好好休息 面对Rubiland Amid 因为阿密 严格说起来 他的目前状况 不在最顶尖啦 嗯哼 好我们看这个 推竿两颗星 琳达 准度跟瞬 哦 哇太直了 自己摇摇头 不过起码五号球是进攻机会啦 嗯哼 他刚延伸的动作 不像我们台湾的选手 就延伸会比较柔 他是用小臂的送肝 其包括大臂的送肝 所以他的母球的灵活度 没有我们那么好 好直接拉回来 好像也拉了 他右手有点硬 少拉了一点 当然他也不敢拉过头 拉过头怕九号球的问题 他这球如果再往后推 一颗球会比较好打 所以他就是硬碰硬 靠准度来 来跟这个我们位置前来拼 这个球固境下一点点左塞 母球让他横抬一直跑 重点在准度上 西号球左下脚 太薄了 好西号球的chance 给了位置前 哇又有机会半命 西号球 左下脚位置前 撞克星之后再出来 九号球左边中带 两位选手 又要来平手了 九号球进 在第六局的比赛 令到狐狸仍然可惜 在自己七号球准度上 出现了失误 又肯定位置前 追上来的机会 六局打完 两位选手三比三 3比3 是目前魏子倩跟Lila Hooli 在这场比赛的比数 魏子倩 在这局的冲球 虽然是有球禁 不过连接球一号 没有办法进攻 选择做一个push out 10秒 直接考虑的有点久 好干脆直接把三号球 换成四号球 在九号旁边 好也持续跟周围做一个提醒 在2013年 安利一支圆杯 吃点女子花式撞球公开赛 在今天3月14号 是本届赛事第一天的赛程 在3月15号 在第二天的赛程部分 在主桌也是有相当多的激战 从上午的11点钟 金家印就首先要在主桌亮相 就是他在主桌本届赛事第二场比赛 在稍早主桌的比赛当中 金家印可以说是秋风扫落叶 7比0 玩封了挪威的好手Josevic 至于你想要在主桌看到Alisson Fisher 没有问题在第二天 也就是3月15号的主桌第二场比赛 目前暫定的表定时间是中的12点20分左右 Alisson Fisher将要碰上的是 我们台湾的后期之秀郭思廷 另外包含像安利一支圆杯的好朋友 微谷精美 也将在第二天的赛事到主桌亮相 包含像林元均啦车油篮 也都还会在主桌持续进行精彩的比赛 好我们看这个调球 这解球不好解喔 你这抓三颗星有这个红色的三号球 这个要注意喔 我们讲红色的三号球 哇 这下直接就去找三号了 我个人认为 你这个球 解轻喔 有一个困扰 什么困扰呢 你现在 他今天解球的角度感很不好 对 林达可以再做一个调球 你干脆解用力点 不管是中三号也好让他吃 如果犯规的话 有本次让他吃完啦 对 你今天解球状态不好 你还自寻苦恼 现在是犯规第一次 这个如果没解药是犯规两次 林达这个球也稍微随性 他可以打不要跑那么远 只要让 位子线没办法从这里解出去 你一号球其实可以靠近一下三号 待会可以再做调球 好位子线这个球有打算是这样子 打这样子 这样子来解 结果完全没有转到啊 哇 就这样直直去啊 好 如果要制造第三次的犯规 现在这个一号球就不好做了 那不像刚刚球瓶所提到 如果一号球没有这么远的话 其实如果再犯规反而 人到护理要制造第三次的连续犯规 机会就比较大 波林达她也 因为一号球好像没有带口可以进攻 对 但是她这次的调球就会比较好解 首先当然她要调到 但是她的技术 稍微还不是很理想 但是这个球有陷阱 我讲稍微不理想说 她这个球如果说细腻度够 她可以跑过来包在里面 好那现在是现在这个状态 我说有陷阱是吧 你跳过来 舞球不要跳出去 对 要注意 虽然用短杆就没有什么 要算科兴的困扰 但要小心 因为一号球就在球台边 对 哇这球瓶是一语成秤 不是 她这个 我觉得她现在思想硬掉了 踩得硬了 你这个球只要轻轻跳过去 让她 你只要跳过前面障碍球 然后就撞到一号就好 一号就在科兴边 一定不会犯规 你用力就是会飞出去的危险 这个不是跳 她在比跳远 我们这只是立定跳力 她是冲刺跳 跳远又跳高 所以 怎么会让自己思绪 没办法转出来 好 再看一次 如果早一点落地 其实舞球就没有跳出去的危机 对 你只要自己跃过9号就好 对 晴晴的跃过9号 她就是 就是会落地两三次 她就不会飞出去 而且你这个球 跳完之后 嗆死也没关系 对 她的想法可能是跳 还要再做防守 或是灌球中带 所以变成就有用力了 好 令到欧里变成是 连续三次的防守成功 制造对手的犯规 也产下个人第四局 目前比出来到4比3 好 第一时间冲球有球进 連接球现在是2号球 看看弹出来的位置 不算特别好 3号球要做到很好的位置 才有办法继续进攻 那首先看她的 这个2号球 长距离的保球 好 这个你看她轻轻推过去 这就是我们说的顺感 好 出到3号球右下角 像这个就顺感 如果这种球 它如果用打干太多的话 这个球就做不到 这个球就是比较不好控制 在这边再说一次 打干就好像是拳击 然后顺感就有点太急 那种味道 真的是皮头撞到母球的感觉 那像这个就是打干偏 这个球就是要打干多一点 这种要看角度 这有牵扯到你打中 这个目标球的厚薄 还有你要母球去哪里 要走哪个路线 那你要选择 如果顺跟打都可以选择 我们常常会建议用顺感 因为顺感她的 她的所谓的失误率比较低 好 那这琳达 刚刚做球做的不理想 这个球其实也不难打 那她自己也不够细心 其实这是魏子线可以利用的点 因为其实 Hooley在整个球 不管几颗子球 她其实能够完整清光的能力 其实跟魏子线相比 没有那么好 对 其实你可以制造点机会 那或许 你帮对手制造机会 反而最后的机会 会回来自己手上 对 就是不要 自己给自己压力跟紧张 对 压力是每个人都有 只要参加比赛 哪怕吃个饭也会有压力 人生一定会有任何大大小小压力 那你有时候要看嘛 就好像 如果说 那个 吕徽斩碰到我 然后他再压力 那吕徽斩就 就打得叮起了 对不对 好 因为以魏子线前面 几个拿下局数的 拿下分数的几局来看 包含上他的第一局 其实也是对手 吃到五号球失误之后 自己反而接手 球形很容易处理 好 位置线先 现在看这个四号球 不过忽利说真的 这场比赛 起码就攻守来说 他算是蛮分明的 对 他不勉强自己 对 那有些球不能做到 一定要做到一百分的位置 他没关系 他就是做到可以打固定就好了 他这球看起来应该是 有没有掉到 有掉到 好 解球 好 解了 放枪子 不过这枪子也不太好打 四号球 左边中带的机会 不过母球后面 还有一个8号球 好 这是F组的赛程 在F组部分 好 包含像 Karen Cole 像Linda Hooli 其实都是今天算 赛程排得比较满的选手 Karen Cole 今天算是 状况 真的比较不理想 在一开始 就 以0比7 好 跟正一下 以6比7是输给了Linda Hooli 那 接下来 甚至在稍早 他又以2比7 是输给了 孟霞 所以让他整个 在晋级上面 难度真的是相当相当高 那 平方的情况 Rubin & Amid 也是喔 在 稍早的比赛当中 表现也不是那么沉稳 是先输给了魏子倩 好 这边有没有球跳下去 哇 没有 没有 那就是魏子倩的机会了 这5-7是连在一起 那刚刚听 明显这样介绍 好 那这一组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认为 Karen Cole 那个 洪梦霞是 會外赛打进去的 那 Karen Cole 我们认为是这一组 应该是会 比较顶尖的 对 但没想到他 因为他 因为家里 亲人的关系 他有一两年没摸几 就 整个状态很不理想 对 好 这边 7号球是组合就打进去 反正这5号球 又要再考验自己的稳定性了 所以这一组 目前像洪梦霞两顺 竞争的希望就有相当高 好 这样看看好像 这一组 反而是 会外赛进来的 洪梦霞表现最好 对 现在是算最稳定 位置欠 再看这个5号球 如果觉得不好进攻 就做个防守 10秒 10秒 他选择好像要勾进去 勾进去 注意 不要 要洗带的问题 他这不是勾 直接把 原地亮 好 顺利打进去 8号球 但是尴尬 刚好多跑了一点点 我还是要好好掌握一下 出关的时机 因为都有一点惊险 好 8号球 好 插板得分 好,9号球又在戴口附近 现在 双方又要僵持不下了吗 9号球 顺利打进 在第八折比赛 魏子倩 把握住忽利给他的机会 终于又收下个人的第四局 魏子倩 魏子倩 这应该是迎面相当高的比赛 却因为自己在第一局就出现了失误 那连带影响了 我应该说大大影响了整个剑影杀手 在球场上的表现 反而让魏子倩 紧咬住比数 甚至 以内容来看 其实都是魏子倩取得领先 为自己来追上来的 目前是4比4的平手 呼里还曾经有2比0领先 对 有如法炮制 他经济独立的方式来跳出来 勾回来 还不做这样吗 没有犯规 蛮有趣 对啊 相当幸运 这个球他因为跳出去的时候 出发的时候就不准 或是下一点右赛 下到一点右赛 所以闪过 刚好又回来过到 比较薄的1号球 这一组球可能又要稍微 不过两位选手也刚好开了球型 也稍微都比较不够松散 嗯 那魏子倩尤其在 这场比赛 这5次的冲球 其实 碰撞点都不是很理想 感觉母球控制也很糟糕 那这个球 这个球 这个球 其实 他如果可以用解球的方式来打这个球 就是解1颗星碰1号 再轻轻的母球再碰颗星 这种 有这种路线的解带掉 那这个球 反正 可能魏子倩尤其看 左边有 有组合球嘛 那就大概 只要不要犯规就好了 不过现在 我们看琳达 反而是琳达取得 这个 钓球的一个机会 不过这很好解 那魏子倩今天 就是说 第一个对手 他并真的不是很强 我相信 有在关注我们这个 比赛 我们的安利一致远辈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琳达 她是澳洲第一 但是在世界水平上 她确实是 不是强 那你应该就很 不敢讲说轻松取胜 但是应该要合理正常 要就是说至少领先 现在来讲 而且途中还有 连续犯规三次的情况发生 这有点不太应该 好 顺利捷到 好 现在是感觉 魏子倩自己钻牛角尖 一直出不来啊 让整个 包含做球的思考 或者是干法的思考 都不像 自己在状况好的时候 这么理想 好 狐狸简单的 再做防守 反正现在一号球 也没有太多的进攻机会 考验利用机会报告一下 目前在第一天赛程结束后 各组目前凸显的状况 在A组部分 周杰宇在第一天 算是相当顺利 二连胜到手 目前在晋级的 态势上 A组算是相当的利多 另外在J组 也相当被看好的 刘莎莎 倒是在 今天第一天稍微晚间的比赛 是输给了何元千询 所以刘莎莎现在在晋级上 也还没有那么有保障 何元千询也是 目前也是一胜一败 稍微交足的战情 好 场上这个一号球流出来 主动全在令到护理这边 所以在第一天的赛事 出来的一个大致上结果 反而是会外赛打进来的选手 表现反而是优于 优于这个惠内赛的选手 平均值来讲 包含在前几天 把整个技巧都已经磨练熟了 多少有点优势 但真正来到惠内赛 目前状况来讲 还是考验临场的表现 好 一号打进之后 二号球算是一个中长距离 连到狐狸 那在B组部分 在第一天结束 车流栏跟Alison Fisher 算是表现最稳定的在B组 那原本在B组 被寄予厚望 台湾的小将郭斯廷 在第一天算是出事不利 在开头的前两场就都输球了 那在这一组 在出现的部分 反而依旧是外卡的选手 表现算是最理想的 在詹雅亭的表现上 虽然稍早是出给了Alison Fisher 不过在第一天也有一群倒数 三座四没有问题 回到5.4号球 要秒底带 好感觉母球移动的没有很理想啊 5号球要单独进攻 现在这个位置前面就直接挡了一个7号球 5号球 武器碰吗 可能还是要修正一下 对要修正 只是说这个球是 算是蛮大胆的尝试啊 不过他觉得 防守不好防干就是5号球 好球啊 相當漂亮 五號球還可以進攻 現在就很明顯感覺到 屋裡就是這場比賽 他比較沒有壓力 反正我怎麼打 怎麼對 我是看千妹 怎麼會製作 製作這個緊張 對 做緊制服 因為千妹的個性 是很討人喜歡的 他是一個大喇喇的一個小女生 個性非常好 然後這個也有禮貌 在我們的球村子縫平 人員相當相當的好 他這個腦袋開竅的時候 我跟你講 就算世界排名第一都打不住 但是他在腦筋盾的時候 世界排名第一百零一的都可以打贏他 所以我就 不知道要怎麼說 但或許這場比賽 先不論勝敗的結果是如何 對位子縣都是一個學習 對 這個過程是不應該這樣 對 好 九號球 看看雷刀忽利能不能順利收下來 繼續站上領先 會不會失誤 九號球順利拿下 這場比賽在九局打完之後 目前雷刀忽利 繼續重新掉到領先 目前比數來到了5比4 安利一支圓盃 在本屆賽事從3月14號開始 為各位送上一連4天的轉播 也因大家 我們在轉播期間 都有簡訊抽好禮的活動 你只要回答出 誰是安利一支圓盃的冠名贊助者 你就有機會 獲得相當精美的獎品 好 這一局在衝球之後其實球型不錯喔 林道忽利只要做球穩穩蕩蕩 其實相當有機會 出現這場比賽兩位選球第一次的一桿青台 不過剛剛二座三反而跟五號 母球這邊做了一個碰撞 影響了整個布局 看看會不會變成有變數了 這球也是細膩度的問題啦 好 就像我們前面提到的 今天的狐狸沒把握 我就不攻 反正我也不要留太直接的機會給對手 輪到位子欠 三號球在畫面下方 短顆星附近 三號球 三號球 有機會再回進一個防守嗎 應該是有機會喔 哎呀 看起來五號跟九號周邊 是看得到三號球的 對護比來講這場比賽 但如果贏的確對他來講 要搶進二十四場 機會是大增啦 先看這個三號球 好 嘗試進攻沒進 機會給了位子欠 一顆一顆打 對位子欠來講 這個球型正常 不算難 對他來說 正常水準的位子欠 只要正常水準 其實沒有什麼難度 這個球 母球在柯心邊上 你能夠做更很 母球在這個地方 你如果說 能做很好的進攻的位子 不太好進攻 你就不用想那麼多 我覺得這個球 這個球 如果你想進攻 我想唯一考量就是灌球了 對不對 對 那不然你就是防守 母球往這邊走 三號球讓他在這裡附近 看你能不能使用這個桿法 或是母球往這裡來 看樣子這個角度 選擇保球 保球也是一個方法固境 但是來加 哎呀 變成字調了 位子欠大概怎麼都想不透奇怪 狀況也不差 但整個 整個打就是不順 反而這樣越想 然後狀況就越差 對 這個有時候就是 烏肉偏逢林業餘 我突然間想到 想到這個 位子欠怎麼會 一直轉不過來 對 這個就是蠻 其實這也是在 前兩天預賽當中的一個變數 就是因為完全沒有暫停 所以你連靜下心來 重新思考的機會都沒有 不是這個球怎麼會去打這樣呢 結果變成 碰到八號的犯規 還是他故意要犯規 但是從他的表情來看 又不像是 這是一個蓄意的犯規 沒有沒有 就好像是要蓄意 我有點 我有點 仗耳金剛摸不著頭腦 好看看究竟該怎麼辦吧 林大狐狸是有辦法 把場上現在出現的八號九號的組合球 有機會破解開嗎 比賽到現在 位子欠竟然跟林大狐狸他有五次的犯規 對 這個是有點不太可思議的 而且 如果再把失誤加上去 這樣比賽已經快雙位數了 五號球 定竿 也不球 六號球要做什麼樣 先打進 然後再說 林大也是 有點小小思老心 你要做這個角度 其實你可以 自由球嘛 你可以擺進 對 稍微擺其他一個位置 對 稍微好 至少準度好發揮 這個球 變成母球有點遠 好 出去就偏了 不過 看看位置 他 這個待會兒如果有機會 這個球重播的話 他一出去喔 其實他也有點 有點急了 然後這個球一出去的時候 身體就起來了 對 我們常常講 這整體動作 我們來看一下 球桿出去 身體是馬上就起來了 那這種來講的話 因為你 常常 比如說打高爾夫 要畫一個圓 打保齡球的話 一定要從上面 繞一圈這樣子 目的就是要讓你前面的 為什麼整個動作要做完 就是要讓你前面 母球有跟球桿 碰撞過程當中 穩定性提高 那高爾夫就是這個球桿 打中這個高爾夫 要穩定性高 那保齡球就是你球 送出去的位置跟順暢度要好 這個目的就是在這裡 我們講 你動作要做完整 目的就是這樣 後面的動作 保障前面的穩定性 簡單說 就是整個延伸性 跟Follow 必須要做得完整 沒錯 六號球 想要防守 但也沒有完全躲起來 還有近代的點 布里打得到 就看打不打得進來 好 場上F組的比賽 小組預賽 輪到護理跟位子欠 變成在第一天 賽程當中的最後一場比賽了 目前持續進行 戰況還有點膠著 10秒 六號球 目的想打進 但出竿 跟竿法 好像完全不相會進球的路線 至於 持續來報告一下 今天其他組別的狀況 在C組部分 目前為止 當然還是 中國的九球天后 潘曉廷算是最 有優勢的 目前為止 機會也把握得不錯 甚至在稍早足度的比賽 也是秋風掃落葉 那在這組部分 從外卡晉級的豬肉豆 其實今天也有勝利到手 反倒是原本被認為 搶前三名 在分組晉級的賴慧山 狀況比較不理想 在第一天是存下了二連敗 那反而包含了 像Jennifer Beretta 來自俄羅斯的Natasha Swersten 也都是有勝利的 王位子欠責六號球 還是沒有處理好 還是沒有處理好 那第一組部分 目前則是Culley Fissure 算是獨佔熬頭 目前晉級的機會 算是相當的穩定 那這一組 如果以狀態來看 包含了坦克雲 微谷晴美 跟來自瑞典的Rose 加上B竹青 這四個人要搶 剩下這兩席的出現機會 對 你再放慢一下 拼嗎 拼的話要下右賽 要帶開喔 沒有拼 很簡單我就放遠就好了 反正 時間已經這麼晚了 打完這場球 我也是回去睡覺 明天我只剩一場比賽 不像魏子欠 明天還有兩場比賽要打 這是今天在賽程上 對忽利涵 從現在這個角度來看 反而是他的優勢 六號球 好 看位置先 可能也不會選擇進攻啦 進攻也不好帶開 這個角度 所以要下第一關 好 這個球掉到就漂亮 好球 掌聲 好 終於有一些掌聲了 對 你這樣球來化解到這個 CD喔 這個防守就非常漂亮 真的要掌聲 狐狸這一下其實也不好解了 那是不是乾脆把八號跟九號 這個CD再做緊一點 對 他也是聰明 對 他就做這樣 反正你現在桌面上只剩下三顆球 對 六號球離這個八九這麼遠 你如果在自由球再做釣球也不好做 那你帶開 其實他兩個人在讀運氣啦 對不對 好 位置先 他這樣是鎖定 打進這門球在這裡 然後做一個罐球 釣球 這樣是可以 但是你 位置要拿捏得很好 六號球 底帶 自由球 重點 在進球之後 舞球的位置 能不能 如未執限所願 好 這個角度可以 因為這個角度他不會灌進左上角底帶 你只要定竿喔 你定到就好了 稍微力量要出來 對 不會 不會吧 八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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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八號球盡帶 是福還是 哇 唉唷 這個球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 這個你 要稍微酸一下 好了 就剩九號球了 這有時候我覺得 最主要是我們都很了解 位置欠了 私底下圍了 都覺得有時候 怎麼會今天 這麼多年看他比賽 沒有一次說像今天這樣子 整個人都頓掉了 也沒有延長囉 要把握喔 注意後竿抬高 不要再想太久了 唉唷 九號球 他這個球怎麼 不是 其實我們在之前的比賽 還有包括在一些協會會議當中 我有特別跟 我很直接聊到跟位置欠講 我說 你現在練球 那時候阿立北還沒到 我是很強烈建議他 你在練球的時候 其實要一個馬表在旁邊 這個九號球 你怎麼會花了 總共45秒 你怎麼會花了 42秒 再去想這個球要怎麼打 你三秒鐘就想好了 有40秒再準備動作 你想42秒 然後 我們先看插板 先看這個九號球 哇 沒有辦法 等到忽利 在這個時候 我發揮了自己 該有的水準 把九號球拿下來 讓這場比賽 目前為止 先聽牌的是 Lindo Hooli 比數 6 4 這場比賽 Lindo Hooli最後一次的衝球 結果 反而 沒有辦法持續進攻 因為母球洗澡了 對於這場比賽而言 Lindo Hooli已經聽牌 對於位子健而言 現在 好 不要想兩局落後 想去贏球 剩三局 正面一點的思考 或許對現在比較反入 來看一下 遊戲聽得還不錯 卻被四號球給追撞了一下 要不然母球是停在中央的 忽利直接想一想 好吧 這不是我的錯 自由球 看看 位子健 先選擇E4P 又再拿不定主意 小心喔 進攻時間 出幹的時間 都是有在計時的喔 好 二號球打進 二號球 右下角Direct 二號球 OK 二三同帶 四號球在洞口 好 這時候 就 位子先應該 適當的回到自己 比較正常的 出幹節奏 接著幾幹 思考了 15秒 20秒 就出幹了 反而在整個 做球的位置上 比先前 思考了半天 要來得更好 四號球底帶 五號球 在畫面的最左側 的這顆球 順順的回到中帶這個延長線上 五號球 左下角 其實一開始0比0 他就應該這樣打 打到對方聽牌4比0 剛剛在廣告前我特別提到 我特別提到 我已經大概講快兩年了 有時候 我 這個 當然我們 這個我們也不能說 我們的想法一定對 但是 我是有建議 像有些選手 像 我已經建議 大概有兩年了 你思考的 時間要 真的要縮短 我相信我應該在電視前面 直撞搭載 一樣 一樣 我都講過了 就是45秒 我們不要去講extension 我們講正常 extension 一局只有一次 我們講45秒 如果你用15秒考慮 你就只有30秒準備 這是一定的道理 你剛剛那個9號球 不可能安全了嗎 你是不是3秒鐘考慮 對不對 現在是 結果反而 這個TEMPO 就已經加快了 好 順順利利 在對手犯規之後 接手把檯面指著星光 5比6 魏子倩一局 5比6 目前魏子倩 要開始追趕了 這局自己的衝球有球進之後 1號球 算是一個長距離的進攻機會 能不能延續前一局 這感覺打回來的氣勢 先追成平手再來搶尾局 哇 結果1號球 沒打準 現在變成1號球 長距離的進攻機會 給了魏林 總算 對位置現在來講 好消息是 在這兩局 出趕上的氣勢跟信心 感覺又找回來了 整個步調也稍微調整回 比較正常的狀態 1號球 魏林 儘管 前一局自己的犯規 讓自己做了一局的板凳 但一回來 這1號球還蠻準的 2號球 近代路線 看有沒有被3號擋到 如果沒有的話 還有左上角的機會 甚至大膽一點 右上角也可以 1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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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而言 無理整場比賽 這個節奏就差不多 對啊 他也 也沒有什麼特別想法 10秒 這有時候還真的要平常心 當然 每個人的個性都不一樣 那至少 魏梓倩他今天在一個TEMPO上 還有在一個節奏上 至少是失誤的 不然的話 以他們兩個的技術水平的話 怎麼有可能他現在是落後 對方還停牌 對不對 好 2號球 這邊 先 屋裡原本是想做防守 結果又跟母球做了碰撞之後 現在這個球型 2號球 是魏梓倩的機會 就像剛剛我們還回到第10局一樣 那個9號球 沒有做第二個想法 對 沒有其他選擇了 你告訴我還有安全想法嗎 不合理嗎 因為那個球 雖然有點難 但是他還不是很難 因為他還不至於有這個 所謂的尼古的危險 你有45秒 我講真的 我是講說3秒鐘 3秒鐘想好42秒準備 其實那個45秒 45秒準備了 為什麼 你大概就前一次 就已經就是要去打這個球了 而是他考量太久太久太久 一直遲遲未定 最後10秒他趴下去 你可能在10秒之前的20秒 就已經在調你的手腕的一個柔軟度 然後再來進球的角度了 你在下去的時候 剩下幾秒鐘 你失誤當然機會更大 結果就真的失誤了 好 然後Woolish比了一下 一顆星要碰到二號球的點 但碰好的話還有機會 抓一個解球 解太厚了 這球也就是碰顆星有點晚 好 這個二號球 所以為之前來講 距離也比前面的二號球近了 再看一次 好二號球 位置先打進 回來做三號球 左下角抵帶 好 放個輕動 五次順勢下來 五號球做右下角 稍微看一下 馬上再來準備五號球 剩下二十秒的出桿時間 但在這一局還有延長還沒使用 但還是要把握一下 這樣拉回來 對 像這個球你看 就是知道了 這個球就 你說頓竿 右邊走一顆星不好走 就是拉回來 你看 拉起來多好 氣勢就很夠了 這個球再來恩字形 注意左邊鐘帶就好了 講過注意左邊鐘帶 恩字形 這就力量大一點 這沒有關係 至少觀念是對的 這種失誤就失誤了 不用去想它 對 你該做什麼事 做什麼判斷 下什麼感法 打出去力量一定有差嗎 像這個力量大概差個百分之十到十五 我覺得還OK 但是你至少有信心 知道路線怎麼打 對不對 你想太久 又是想的是錯誤的方向 或者是 有時候我們講說想法有二選一 你看這個球是不是很簡單 比它現在打起來很輕鬆 當有二選一的時候 如果這個是 走左邊好像比較對 走右邊比較對 五五波 你來想有道理 這個那就是九一波 你當然要選擇那個九嘛 你怎麼會選擇那個一還是去想它 不要去想呢 好這一球雖然還是沒有那麼滿意 但起碼這是自己正常的射程範圍 對 那這個球 你看現在還有四十秒可以準備嘛 那你要輸入力一定比較低嘛 我們看這個球可以打進 不要打進 沒有問題球號球空心 在這局的比賽當中 魏子倩找回了自己的出竿節奏 把比數給扳平的六比六 這場比賽要槍尾局了 就是這場比賽的最後一次衝球要由魏子倩掌握 感覺過去這兩局 魏子倩找回應該有了tempo 我們在這時候一鼓作氣 連下三成 中球球進連接球現在是二號球 也因為魏子倩的即時振作 讓這場比賽要來到槍尾局的局面 那換言之 對於現在相信在 辦公室裡面 收看 安利支援杯的 偉愛體育新聞的各位夥伴們 各位再堅持一下 這場比賽搶尾局了 如果沒有意外 將確定 3月14號的偉愛體育新聞 還是可以在3月14號播出 你這樣 這個現在網路 我現在 我雖然 偉愛上啊 偉愛上 有時候 這個還是會 update 上網 你這個有酸民的味道 好這邊二號球 魏子倩又出現了失誤了 好 武林媽咪在想 哇 這場比賽我女兒表現得不錯 二號球一個長距離 那 洞口還有一個7號球 會拿來做保險嗎 哇 這個保險沒拿到 嗯哼 不過我想這個 林大媽咪 這個 應該是五味雜誠 本來想說 如果這場比賽打完 跟狐狸去逛逛附近的 饒河夜市 結果現在 沒機會了 對你說中 他們 牧尼倆還真的很喜歡逛逛夜市 對 而且他們可以說是 北台灣通 喔 為什麼 像之前 阿力北他如果 我們 比賽四天嘛 嗯 那他 有時候兩天就 就收工的時候 後面兩天 那就是 北台灣二日遊 三日遊 他們還玩得很開心 對 這 我講的是事實 而且他們是非常非常愉快 去享受 每次來看 好 先來看一下 哇 對 這個狀態狐狸已經前面就發生過了 對 我們就講 他有時候是身體動 那這是完全整個大背 這個就是大背帶動小背 我們之前在中間的比賽的時候 有講到 你看 剛剛我們的攝影大哥 還有我們導播給我們看這個畫面 就很清楚 那整個 延伸出去的動作 他是不完整 而且是有很明顯的一個瑕疵 當然你不完整瑕疵 我們先看這個球 他做防守 這個防守也 有點無理頭 對 你這樣子是放嗆死 一回頭 變成是二號球 無理又要再打 好 節奏稍微調整一下 台面上剩下六顆球 好 我們來看這個球 他是要 好 這樣子 角度 可能又不好了 狐狸這個球有點 不上不下 他要嘛就是揉一點的桿法來這裡 要嘛就是 硬弓 這樣子 所以我就說這個球有點 比較看不清楚 他到底是要走哪一個路線 簡單講就細膩度不夠 對 那有可能喔 兩位選手打到 兩個人都到六了 大都想贏了 這個 這任何一個選手 很自然的這種想法 好 再乾淨拿出來 不過出乾的時間還是要把握 對 好 回頭 喊個延長 對 他在看到十秒就趕快喊延長 你會發現 用了加桿器 球桿本身長度還是不夠 他可能要注意一下時間要快點 我們旁邊有個計時器 對 所以物理一直回頭 稍微看一下剩多少時間 可以利用六號 基本上你三號球打到右邊顆星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或是母球到顆星 做一個簡單的左右式的防守 看不到整顆 看不到整顆 因為有強尾句喔 贏跟輸喔 真的是天堂地獄 對 你要嘛就是痛快 你給我 你把我7比0 我到強尾句的時候 兩邊都想贏 好 也希望做一個是正常的safe就好啦 還有五顆球 看看 只能夠快點 取得比較主動的進攻機會 也定大家在 2013年 安利支援盃的第二天賽事 從上午的11點鐘就會展開 首先在主桌率先登場的 將是 金家印 要贏彈的是 Molody Casemuchana 三號球有一點想進攻的味道 但 卻又沒有辦法打到正確的位置 又是一個遠距離安全球 另外 今天還沒有上到主桌 在其他分組的 名將部分 像一組的 Jismy Ocean 在 賽者的第二天 會在主桌最後一場比賽登場 Jismy Ocean 在一組部分 目前也是 第一天結束 算是戰況相當理想的 雖然在 第一天的最後一場比賽 也是稍微打得辛苦一點 才擊敗了Furber 另外這一組像是 蔡惠珍 表現也相當不錯 那 以目前一組戰狂來看 吊車尾 搶下 會內賽門票的 林曉琪 也在一組部分 相當有機會 那至於F組 在這樣比賽的過程當中 我們已經稍微做了分析了 位子欠四號球 這個球有難度喔 哇 唉唷 也本以為太薄 結果還有得分 沒有 這個球還有一個難度在哪裡 就是你 看他回去的時候 是剛好過中帶 嗯 他這球打太薄 然後再這樣 乾法不夠Smooth的話 這個球是 洗帶 洗帶就傷腦筋了啦 自由球三顆球 對方是會吃完的 好 自然乾法 希望不要再用 我們講的強力乾法 而是用樓順的順乾帶點小啦 好 沒有問題 這場比賽最後一顆九號球了 應該不會漏死吧 這場比賽九號球 在自己第一天的賽程